童子賢因為他提出了所謂的三成綠能加三成核電 再加上四成的火力發電等等 他最近已經被不管是側翼 今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也在講說 綠營側翼現在打他打得超大力 我就說也不只側翼吧 還有鄭運鵬 我說對鄭運鵬現在算是側翼 因為他目前還沒有新的工作 大家都在狂罵童子賢 但是呢王浩宇他也撂狠話 就是說呢 這個作為民進黨智庫高層 竟然說出了馬英九卸任時綠能比例比蔡英文執政多 這種把核能列入的謊言屁話 直接挑戰了民進黨最核心的價值 不要以為你是總統的人 黨內大家就會放棄 我們對於環境永續的堅持與理念 主任他也在昨天的立法院 他也提到了 要讓核能發電占比到三成 這會成為現在的社會共識 還要很大的努力 他也不認為 就是也許未來會有新的核能技術 可是那是未來的事情 所以未來的核能是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 楊明哥 當然啦 我相信童子賢董事長他現在一定覺得 哇 原來這個要接受洗敵人心的挑戰囉 還好當初沒接葛魁 因為郭智輝已經被洗敵成功了 現在童子賢又跳出來 想要這個去挑戰一下民進黨的反核神主牌 所以呢現在接下來可能 我是認為不樂觀啦 因為已經是 連這個鄭運鵬都說是什麼 童子觀落英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我是覺得其實核能的議題 童子賢董事長他講的東西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不切實際啦 就是確實是你說要到三成拜託 以前即便是核二三四 我們核一就先不管 就核二三全力發電也不過才10% 就算加核一 比重大概也只有兩成左右啦 所以你說要占到三成比例 其實是對目前的臺灣 確實是一個天方夜譚 尤其在民進黨執政 這不可能讓你實現的 不過我覺得他講到一個很重要啦 就是其實他的概念是在講 我們要節能減碳 我們要轉型能源轉型 但是最後卻是一直增見 所謂的天然氣接收站 然後呢要用更多的燃氣發電 去取代所謂的核能 然後呢把所有的這個綠能能夠 其實綠能大概已經到一個天花板了啦 那最後呢 那個其他的全部都是用 所謂的燃氣燃煤去cover 那這個對我們未來整個企業的 尤其是未來收碳費啊等等 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其實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想相信很多 其實真正有在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都知道這個是未來臺灣的大問題 可是呢民進黨的人都覺得等到 反正就不見棺材不掉淚等 真的碰到這些問題再說 到時候再說 那所以現階段我認為 童子賢他可能做不久啦 這個所謂的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這個什麼副招級 我看是做不久了啦 甚至連他這個所謂 那個新境界智庫的這個 就是民進黨黨智庫的 他現在好像是掛副董事長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也有一個職務 他同樣都做不久 因為當今天王浩宇啦 周遇寇的媒體 這些全面都開戰的時候 他會面臨很艱困的處境 賴清德扛不扛得住他 我們就來繼續觀察 那畢竟他是綠營自己內部的內戰 只是說你去想這個所謂的什麼 馬英九卸任時綠能比例比蔡英文 執政時多這種什麼 王浩宇說是謊言 那其實那是台電統計的啦 其實那個那天是前兩天 昨天黃國昌他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也都有拿出來 都有把台電統計數據拿出來 卓龍泰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所以當然我覺得民進黨可以繼續夢遊 就如同同子賢董事長說的 你們繼續夢遊 繼續活在一個 這個綠能好棒棒的世界裡面 但等到 其實我是樂觀其成啦 你們就繼續修理同子賢吧 然後等到真的能源碰到一些狀況 開始停電開始跳電 那缺電的問題真的浮現 然後企業開始出逃離開的時候 來不及了 那都來不及了 那我只能說賴清德總統也許 他某種程度上真的是希望 黨內能有不同的聲音 去討論一些比較務實的這個議題啦 好那我也補充一下 前面講的其實 修法那個罷免的議題喔 不是不能修 是實際點不移 我再次強調 不是不能修是實際點不移 如果比如說現在民眾黨就講說 對我們現在也認為 這個罷免民黨應該檢討 趕快排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已經明確表示不行 不支持了 沒有要挺 那你還排 那問題是就在於說 你看高精委員 他是無黨籍 他是招委 然後藍綠各六席 關鍵的那一席就是民眾黨 能不能送出委員會 就是關鍵的民眾黨 所以到時候如果高精委員 如果因為身體狀況 他還請假 那到時候就是你知道 你比較藍的一個 跑上去當主席 你還沒 你連主席要把票投下去 都很困難 送出委員會都沒有用 對啊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 你最後會導致 導致整個事情就開花 那開花 而且反而是讓 謝國良更危險 那這種損人又不利己的這種事情 那何必去做呢 我是覺得國民黨可以再思考一下 我並不是說這個罷免門檻不能討論 是可以討論的 可是實際點不見得要在這個時候 對我們也感謝一些觀眾朋友的抖內 感謝這個KC的抖內 TT的抖內 青春少年仔的抖內 以及Cynthia的抖內 感謝大家的抖內 我最後一點點時間 請金平哥幫我們做個結論 所以現在童子賢跟賴清德 請問是在扮演黑白臉的角色嗎 在核能議題上面 我不認為童子賢跟賴清德 是扮演黑白臉角色 而是賴清德 從頭到尾他就沒有想要改變他的方向 那童子賢 因為他畢竟他最後 雖然他是成為氣候變監委員會 這個裡面被賴清德 圍以好像看起來他的重任一樣 但是 他只是一直不斷的講出他的理想 現實這個是很骨感 理想很豐滿 那希望說這個核能能夠重啟 不要這個好像不談核能 你講什麼電 這個電 那個能源要怎麼用電 都是假的 這就是童子賢一貫以來的這個方向 那所以其實你要說兩個人 這個唱雙環 倒不如說童子賢 慶幸自己沒有這個路格 然後又可以講這種話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面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煉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好看 因為我是外貌協會 所以我覺得設計感一定要很強 我前面的那個玻璃包膜 我每次 我大概一支手機會換四五次 就是一天到晚在摔手機的意思就對了 所以那個手機的掛繩 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要穿著比較休閒運動風 所以我覺得他的運動風的那種設計感蠻好的 而且還有小巧思 是Live的 對 我覺得那個很可愛 那有點可愛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年齡層欸 都可以 我覺得大人小孩都蠻適合 像我爸爸老人家 我覺得他也需要 對 我覺得老少嫌疑 找你好 有這麼多 damages you in 有吧 有 有 。